四个旧学区六月三十号同步放榜 结果桃连旧学区的官网竟然大搞乌龙 在准备放榜资料的时候 误抓到今年三月模拟的分发结果 有一些学生志愿掉了八九个在家里痛苦 登陆查询榜单系统 想要知道国中毕业生即将要读哪一所高中 却看到榜单重新公告的红字 原来放榜系统竟然出现大乌龙 出位之前烧录的光碟片 那带出来之后就发现烧录失败 那所导致 所以变成我们要从伺服器的后台去抓资料 那抓资料的过程就是出了一点状况 当时出围的工作人员发现榜单资料烧录失败 再置之后却是误抓了旧资料 结果考生当天手机接到录取的简讯通知 想要再次确认上网查 却发现网路上的录取学校插了好几个志愿 家长是满脸狐疑考生崩溃大哭 中立高中武林高中的水准 但是放榜之后竟然到震生 竟然到制评 他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那小朋友当场在学校就崩溃了 6月30号早上9点开放网路查询 一发现资料错误 桃圆市教育局11点紧急关闭网站 一直到中午12点半才恢复正常 还在网站上面说明 造成家长和学生的困扰非常抱歉 不过这让不少家长很难谅解 痛骂教育局粗心大意 也让考生们的心情仿佛经历一场 但温暖 记者林柱强桃原报道 感谢观看